哈囉各位大家好,歡迎來到FreeGameStudio,我是魚丸 大家一定很納悶為什麼現在是黑屏而且沒有BGM吧? 因為我們今天要以圖片搭配文字再續助一次我,每天早上被我爸媽抓去做了一道料理,蔥油餅 時間是暑假的某個早上,當時我邊走邊下樓邊想著要拍什麼實況 沒想到去看見正在做蔥油餅的玩爸和我媽 於是就被莫名其妙的拉進製作蔥油餅的行列 當時蔥油餅已經弄好麵團和蔥花,於是我就接著擀麵皮,加沙拉油,撒蔥花 然後就把麵皮捲起來,變成了這副德行 接下來讓蔥花麵團發個10分鐘之後再次擀平,就可以下鍋囉 在翻面的時候,王爸居然叫我直接用鍋子翻,不用鍋鏟實在是有點困難,讓我試試 嗯,似乎成功了,餅也見得不錯呢 最後一人做了一片,我們叫了三個人,所以是三片,這是我最後的成品 雖然忘記撒鹽,而沒有什麼味道,但感覺已經是不錯的成品了 不過玩爸的就不是那麼理想了,這是他製作的其中一片 有點燒焦,感的太厚,甚至當時吃起來還有一點沒熟,可謂是真正失敗品 好啦,總而言之,這次製作蔥油餅其實是個不錯的體驗,雖然最後的成品有點難以下眼 這時候該做個結尾了,如果你喜歡了我們的蔥油餅 阿不對,NG了,重來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蔥油餅有夠誇張,記得讀下一個喜歡以及訂閱 別忘了,還有留言功能可以順便表我 那我們FreeGameStudio,下次再見,掰掰 拜拜